短片突然听到一段录音有个人在电话访问的河马仔 声音真的挺像河马仔 但是我下称这个人叫主持人犯了相当多访问的毛病 明显那个人的经验非常浅 完全不懂得访问 没有做前期功课 他的问题全部凭空天才波林 极度失败 如果那个人下次还有机会去访问河马仔 首先你自己制定了问题 规划了一些问题去问他 想像他会怎样回答你 你再后手再保自己有个想像 然后你再按手机费 他一路说 你就一路准备 想到新问题又写下 直到他说完了 直到河马仔说完 他没什么再说 你就立即去追问保民 但不是的 他说话多过河马仔三倍 其间不断抢咪说话 人家河马仔还没说完 他又抢了发言权 去到自己又说 但他的口才又不行 不断抢咪说话 总结不了 又问不到问题 相当之差 听到很吻 兴恨河马仔很想说话 才能问到一些东西 主持要认清责任 只是去问问题而已 如果那个人答不了 答得不够详尽 就保问 追问 然后总结也只是限于 他说得很复杂 你就要一语就道破了 一句半句就要做一个很精简的总结 而不是自己还说得比河马仔长 但听到很吻 这几天不停听肥河马的语音 听到超负能量 还要听到这一段 是相当不够的 下次麻烦 如果他还有机会访问这只河马仔 自己制定好问题 而且不要抢咪说 你只是负责问 保问 追问 然后作简短总结 其他一概的东西都不应该在访问中说 尽量给所有发言权的受访者 我回到这里 他想做八个契仔 这只河马仔 但最后他又不想做 然后最后最后 这个河马仔 他说自己不是河太的儿子 是由主持人问 那你的确不是河马仔的儿子 他说是呀是呀 我不是 他问得很脱口 捉到也不懂得脱角 我帮我那段录音总结 你这么难得可以联络到他 做了一个这么低质素的访问 其实有时候挺无奈 然后河马仔说不认同这只肥马 我们用肥马 还有河马仔想做八个契仔 但后来转态放弃了 为什么放弃有几百万个做到八个儿子 他说不是了 因为这个八个烧坏佬入了摩道 为什么入了摩道 因为他说年轻人反对他和肥马 就是美国佬收了钱 收了美国佬的钱 全部入了摩道 他就很反感 这个河马仔听到这些 还有觉得这个八个很容易被何太利用 说智慧低 然后里面因为有很多根本是不必要的内容 如果用剪片理论 其实他如果当十分钟 实际有七分钟就可以剪掉 其实很无奈 其实里面有一个对话 就是河马仔怕肥马 说就坐大就麻烦了 如果他承倒气候 如果这只肥马来到香港承倒气候 他们就没办法站 不知道这个河马仔是不是他的死事 是不是他的群组 还是什么协会 还是教徒下边 可能只是一些信众 或者普通一些死事 或者一些不知什么职级的会员 就像是用命压 突然间急召他来香港 扮演他18岁的儿子 大家看看会不会听得到那段录音 因为其他台会是转载的 我相信今晚晚点 还有这只河马仔 不认同肥马 说听到他千语BB的抖音 就觉得他这样教人 骗男人很有问题 总之问来问去 其实我也抄不到什么 我抄完就只有这么多 就说误会了 再有新消息就会和你们分享 这个河马仔 其实他也挺健谈的 但是无奈 那个主持 无奈他说太多 然后大家在挖头行 就在挖头捉医恩 说来说去都是没有问题的 没办法 总之总结就是 因为河马仔想做阿八的契仔 但是后来他放弃 因为他听到阿八在抖音骂人 说那些全部都是黑粉 你们不支持我 即是阿八有一段录音骂人 他骂黑粉 你们这些黑粉全部收了美国佬的钱 这只河马仔认为阿八入了模特 所以他不愿意再做阿八契仔 然后最后主持人说 你的确不是肥马的儿子 然后他又说 河太在自己的广东 他说是广东 即是广东广西 那些两广一带 自己有一些群组 有一些广州人 很支持河太 然后他就怕这只肥马 将来坐大了 乘了气候 他就没定期 挺有趣的 不知为什么会找得到 河马仔做了电话录音访问 可惜问来问去 都是问不到 我只能给一点意见 我在听 想像我最早四年前五年前的自己 因为那时候用剪片理论可以带一带 譬如我有时会剪一些旧片 即是我频道里面 我会一剔过的 最早期最夸张 就是一条二十多分钟的片 我事后再剪 因为YouTube后台可以这样做 结果最夸张的一条片是二十多分钟 我最后剪一剪 即是不关痛痒 废话 离了题 带出了 一律剪 或者一律剪 二十多分钟的片 最后剪到只剩8分钟 即是你想想 我超过一半的内容 都不关事 最早最早期 我听到很吻 我不知道那是谁 只是一段录音 在群组里听到 希望如果他还有机会联络到 这个河马仔 自己写好问题 做一个无疑的对话 想像他会怎么回答 如何追问保问 然后当你和他访问的进行中 你用手辆的 一直听说 手和指笔 你听到什么就抄一下抄 你不要暂乱它 抄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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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河马仔讲完了 你才要保问抄下的东西 那就可以没完没了地不停做了 但是现在相当失败 看看大家今晚会不会听到台 转载的录音 我来到这里先,听到很吻,最近这几天很粗糙 看大家怎样看,原来这个河马仔,我只能说很大机会原来不是肥马的18岁儿子,原来是虚构的 真是搞笑,期待肥马怎样去解释 今集来到这里先,有什么想法呢?下面留言